小安你好 记不记得一位在网路上创业的香肠西施呢 他把爸爸做的咖啡香肠上网行销 而大受欢迎 几年过去了 这个不简单的小女生呢 现在还帮家乡的乡民们架设了网站 让叔叔北妹们一起来发现新台币 还记得这个在网路上成功创业 大受欢迎的香肠西施吗 去年这位青年级美媒还受到了经济部的邀请 随同我国外交官员一同出国参加 APAC女性领导人会议 为台湾争光 卖香肠可以卖到APAC会议上 还真是头一招 我觉得就是你要一定想做 而且不要是一时兴起 你一时兴起的话 你会就是根本就是 不会完全通过这个行业 来自嘉义县竹崎香的毅力 今年更带着乡民们组成一个网路群聚 共同成立了一个竹崎香的农特产入口网站 曾经看过我们的农民 就是有者也来拜托我帮忙 那我觉得很舍不得 那可是那时候没有能力帮忙 那现在好不容易打住这个机会 政府有这个资源 所以我想说那我一定要帮我们农民 争取这个权益 要把香肠卖出国 的确找在毅力的规划蓝本之中 今年三月它正式在台北设立办公室 地点就在台北市东区的世贸易馆 因为我想做外销 用在世贸易馆那边做外销是很方便的 因为那边有很多的资源 那有时候我想要问什么事情 我直接到农鞋去问就行了 所以我想说既然这样的考量下我就去那边 而且我大部分的客户都是北部 所以我想说在那边的话 业余要拿货啊 要跟我回报事情是比较方便的 只是不管是上新闻跟随官员出国参加国际会议 甚至到处演讲上节目 必须经常面对的是需要和比自己大很多很多的叔叔阿姨们打交道 对这个七年级女生来说 有时候确实沉重了点 毅力就和所有刚出社会的女生一样 曾经费尽心思 烫头发 穿套装 踩高跟鞋 急性装扮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成熟一些 再老练一点 不过经过这几年的历练之后 毅力现在却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了 如果是以前的我 我可能会故意去烫头发 穿套装 把自己看起来很老这样 有时候人家问我几岁 我又说三十几岁 这样看起来比较成熟 然后后来发现我觉得没有用 我觉得我就是让你知道说 我就是能力 我能力够 那我认真 我肯做 那你只要给我机会 我就会让你发现 我们七年级生不是草莓猪 有毅力推荐 竹崎香的农特产品也跟着鲜活了起来 好吃的梅子 传统的古早味大饼 还有鲜美的鱼货 毅力要带着竹崎香的农民们 一起敲开着网络行销的大门 记者李玉成这样 嘉义报道